中文字幕——YK 然而,中国历史上还有一位名将,跟岳飞的遭遇差不多,但是他死得比岳飞还冤,此人就是晚兴时期的肃顺,他有多厉害呢? 咸丰帝死前脱孤,肃顺和其他七位同僚一并被封为顾命大臣,肃顺正是这顾命八大臣的领头羊,可见其在朝廷的影响力有多么深。 虽然权力极大,但肃顺并没有滥用权力,而是做了很多立国立民的大事,具体看下文。 首先,肃顺铁腕致富,今天大大小小考试免不了作弊现象,古代也是如此。 当时,肃顺处理了轰动朝廷的乌武科长案,将一品大圆百郡斩首,这个举动可谓是杀鸡井猴,此后清朝原本腐败的官场风气有了很大改观。 其次,肃顺重用汉臣。肃顺的性格还是比较骄横,但是对待有才华的汉人却是十分礼貌。 耳熟能详的曾国藩、左宗棠、胡黎一等汉人官员,便是肃顺向朝廷举荐了人才。 后来,曾国藩林威寿命,最终平定太平天国势力,而左宗棠也没让肃顺失望,一举收复新疆大片领土,为国家统一做出了巨大贡献。 最后,肃顺对待列强的态度强硬,在中俄爱魂条约谈判中,肃顺丝毫不怕对方的威胁,维护了民族尊严。 话说到这里,称是为肃顺,为清朝可惜,损失了这样一名外交人才。 看看此后,慈禧之流如何处理外交问题,你便知道肃顺的外交能力了。 所谓树大招风,肃顺和其他七位顾命大臣,很快遭到慈禧的嫉恨。 慈禧很清楚,手里没什么肃顺的实质性把柄, 但是,欲达之罪和患无辞,岳飞都可以莫须久,肃顺照样也可以。 于是,一场血雨腥风的王朝动荡开始了。 慈禧给肃顺等人所列罪状有两条, 第一,慈禧否认贤锋第一招, 认为肃顺等人自认为是顾命大臣,完全是杜撰。 第二,慈禧想垂帘听政,但遭到肃顺等人阻止, 这是肃顺等人不给祖宗面子。 然而,就是这么一份混淆是非, 自相矛盾的罪状,判了肃顺的死刑。 为何呢?原因如下,当时朝廷上下已经没有是非, 因为肃顺此人不太会处理朝廷中的同事关系,得罪了很多人。 所以,当他的罪状一一列出时, 大家也不管是不是真的,很自然就会相信慈禧的说法, 所谓千夫所指,都想让肃顺一命无辜。 说白的,肃顺死,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, 这就是不合法但是和情,不占理但是战事, 如此一来,肃顺必死无疑。 据史料记载,肃顺受刑前表现得很坚强, 不肯跪下,柜子手便用铁锤敲断了他的小腿, 肃顺才就犯。 临死前还仰天破口大骂, 其为人臣子者所不认闻, 死时仅仅四十六岁。 更多历史趣闻,请关注老马汉利。 是,以上图片均来自网络, 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